有个名牌叫做Gentleman Duck 也就是公爵皮士 那么后来又有人叫做达克公爵 那么曾经有过家族之间的纷争 现在二十多年来了 引发了到底百货公司 有没有卖假货的争议 经典的提花包包及皮夹上 印着镀金丫头代表图案 这是二十几年前 曾风行一时的达克公爵皮件 品牌走欧洲精致路线 不过三年前 创办人徐俊伟意外过世后 品牌几乎从市面上消失 最近改成达克尊爵重新上市 但创办人的遗伤却出面指控 市面上卖的都是仿冒品 都没有差别 都是同属一家亚斯登公司 牌子都是原来的供应厂商 厂商也都是 皮料也是这些厂商 意大利原装 也是这家厂商进口的 然后布料也是台湾的这家 很有名的这家洽城 它去做的 都同样一家厂商 所以都没有差别 我没有差别 所以它不是黄帽的 业者表示 达克尊爵跟当初的达克公爵 不但材质款式一模一样 商标也是合法取得 但创办人一双 洛明秀坚称 商标取得不合法 在去年提出侵权告诉 达克公爵1979年 在台湾创立 创办人是徐俊伟 及洛明秀夫妇 在意大利 法国都有注册商标 全盛时期 全国有20家店面 号称是欧洲唯一的台湾名牌 这个商标是法院判定是合法的吗 法院判定合法 都有合法证书都花下来了 我们买的都是疲倦的商标 总共total我们有20个商标 都是合法取得的 达克尊爵强调 创办人一双洛明秀 早在94年就释出授权书 而洛明秀也因为徐俊伟 遗留债务才抛弃继承 商标一切合法 20几年前风行的达克公爵 是台湾五年级生的年轻记忆 没想到创办人意外死亡 又爆出侵权问题 到底是达克公爵还是达赫尊爵 真的让消费者一头雾水 昨天新闻成果明高梦柔 高雄报道